大家好,這次的關卡攻略沒有太自視的劇本 主要是因為這個關卡是看你當下的版面 比較像是早期靠手轉的隊伍 而比較不像現在著重於開技能通關 我個人會推薦先殺左邊再殺右邊 因為右邊其實你認真轉,大概兩回合就可以把他帶走 那影片看到我這邊卡珠,我後來還是先殺左邊 而左邊先死掉的情況之下,你就不用再轉紅綠燈 也算是可以降低手轉難度 然後右邊記得火拳消,真的卡火珠還可以利用角色符石 然後認真轉,其實一兩回合就帶得走 所以先殺左邊再殺右邊會比較容易處理 然後接著來到第二關,這邊開始就要疊水珠 而疊水珠的部分我個人會建議用這種直排的方式來去疊 因為這關的血量算有一點多 所以用直排的方式還可以多,爭取到昇華劍加強攻擊力 然後再來下一回合水珠會越來越多 繼續用剛剛的方式,一次疊兩顆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水珠有超過10顆以上的話 我覺得還是用甜字疊會比較好處理一點就是了 接著來到第三關,這邊如果你要直接靠手轉的話 那你的轉珠可以說是非常厲害 如果不行的話,利用一回合或者是兩回合 來去把板面整理一下,讓你待會的轉珠能夠更加的順利 那這邊剛剛我已經確認場上暗珠有5顆,那利用木珠光珠 那最後暗珠4顆在右邊嘛 那排好之後30字也順利的完成 但我有一兩次沒有額外的天降,沒有打死他 所以最好的話4combo我覺得是最好的 然後接著下一關,隱身盾這邊非常的簡單 看木遊俠之後,他的6combo我用直排的方式 主要是板面的消足量想要多一點 然後以及順便吃這個直排升華 然後這邊其實不用什麼太多的天降 兩回合,兩回合穩穩的消大範圍的6C直排就可以帶走 運氣好的話一回合天降就可以帶走了 那接著第4關這邊比較重點 首先這邊的處理方式一定是先把中間這一隻殺掉 那他的話一定要兩組光珠再去做攻擊的動作 效益會比較高,所以光珠不足兩組 就花一回合的時間來去算洗珠吧 然後這邊有兩組的話,那被燒一點點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轉直排升華確保傷害 然後這邊轉的算蠻漂亮的 但重點是轉到全體攻擊了 那這樣傷害會大幅下降 這個時候該怎麼處理 其實這邊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式 就是等左右CDE的時候開龍克還可以爭取減傷 另外他打完你之後又回到CD4 所以這邊先繼續正常的轉珠 然後在他左右CDE的時候 這一回合轉完再開龍克 這一關至少有6回合以上的時間來處理中間這一隻 而且龍克的這一回合還是有增傷效果 中間這個敵人是更容易帶走的 然後帶走之後下一關的敵人是無數強化 而且這邊可以開技能秒殺 所以我用剩下敵人CD4的時候來去整理版面 手動製造一點強化符石 然後等到敵人CDE的時候 再開火遊俠直接兩隻就可以帶走 其實這邊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王二的話也需要龍克 所以這一關能夠不開龍克是最好 如果你真的卡住狀況比較危險 龍克算是另類的救命手段 然後這邊比較理想的劇本是你轉到無數強化就可以直接一波帶走 有危險可以開光遊俠 但是不開光遊俠的話下一關的通關率會更高 這邊真的就看大家的狀況 然後無數強化剛剛已經做好了 就直接帶走 然後來到王的第二條血量 直接開水遊俠 加上手轉把場上的水珠給全消一點 這樣子雜珠會比較少 然後新珠留下來 因為水遊俠第一回合會有更性 所以這邊新珠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等到下一回合被打之後 你如果光遊俠剛剛開掉了 這邊就可以補血 又或者是像我這樣子 刻意留下木珠 因為其實遊俠這一隊他是沒有兼具的 那兩隻的遊俠 他的佔比傷害會更高 以及敵人是水屬性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有能力留下更多的木珠 那對於通關傷害來說是更有保障 然後水遊俠開完之後光遊俠補滿血 實際上你還可以硬扛他兩下 然後以及剛好三回合過後疲憊會消失 實際上在這一關壓力沒有那麼大 只是如果你沒有這些劇本的話 可能會不好處理 那我剛剛龍克沒有跳 傷害就打到他快一半的血量 然後這邊的話再以木珠為主拉角色浮石 因為剛講了這一關主要的傷害真的是木屬性傷害 然後角色浮石消掉之後再補一個龍克 那最後傷害就可以順利的帶走 那這一關真的難度算有 而且有一點吃當下的版面狀況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通關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也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石魔之塔 攻防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